花言是一对情侣深夜在电话里起了口叫 原先只有男子一人在酒吧外头 但是女生气不过 直接开车到场理论 一下车就对着男子拳打脚踢 谩骂街 声更是响彻了整个街头 最后男子一气之下 连续踹了旁边的木门泄愤 而警方到场后 虽然男子和店家达成了和解 情侣双方也不提告 但还是会遭警方依设委法就办 酒吧外头男子拿着手机不断大呼小叫 但过没多久 一辆白色轿车直接杀到现场 女子一下车就对着男子展开一连串拉扯 拳打脚踢 更是一度把人打倒在地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7号深夜11点多 31岁的陈希男子 在花莲市府定路的一间酒吧和朋友喝酒 却和女友在电话中起了口角 最后两人从电话吵到马路上 因为不敢对女性动手 男子甚至失控狂踹一旁的店家木门 以此泄愤 让目击民众赶紧打电话报警 警方到场时 女子已离开现场 男子情绪稍缓后 表示不愿向女子提出伤害告诉 店家也与男子达成和解 不愿提出毁损告诉 警方后续将调一件事去画面 厘清案情 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 店家无辜受到波及 大门上还留下严重毁损 警方到场后 虽然男子和店家已经达成和解 情侣双方也互不提告 但整起事件还是会遭警方 依涉违法就办 记者 徐立琴 欢联系报导